這波小潘抗摔做得不錯喔 龍顛了一個Double Leg 哈囉大家好我是全小潘 今天這一集不得了了 我邀請了台灣最知名的綜合格鬥拳手 吳仲凱 凱來和我對打 那我們歡迎吳仲凱 大家好我是凱 凱現在想要請問一下你現在的職業戰績如何 然後你現在是什麼樣的量級 職業賽的話應該是7勝4敗 然後我的量級是有打過60...63 然後也打過61 可是最主要應該是打61 你應該是61公斤的量級 算是輕量級的選手 我大概比你重20公斤 有嗎 有我80公斤 看不出來 你最近超紅的 我有看到新聞上有你和Facebook的CEO拍片 他強不強啊 他是真的還假人 他是真的 大家都一直問他是機器人嗎 或是蜥蜴那些的 所以我覺得蠻好笑的 可是他是真的人 然後他是真的很喜歡練 我覺得他打得還蠻不錯的 對 他是真的很認真練 從來沒有跟我們就是翹克那些 他就一直練 那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你在台灣的綜合格鬥界 是很多選手的目標 對 因為很少有一個華人 能夠在美國的綜合格鬥圈打得這麼好 還可以進入職業賽 也有這麼好的職業戰績 那想要問 就是進入美國的這個職業賽 有什麼樣的條件和門檻 其實在美國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是美國如果你要當職業選手 你可以就是 不管你是誰都可以當 真的嗎 你只要做一些license 就簽一些你知道paperwork 你就做好了 可是問題是 你打得會不會很好呢 就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大家在美國如果要當職業選手 通常會先練個柔術 或是角力選手 或是練泰拳兩三年 然後再轉職業 就當業餘賽選手 然後再轉職業 可是我呢 當初是因為父母稍微有給一點壓力 就是要賺一點錢 所以就業餘賽的選手就沒有當那麼久 我就後來轉職業 我看你業餘賽戰績是不是也是打很少場 然後聽說很多人都會害你避戰 對 因為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國人就比較注重形象 美國人是不想要輸亞洲人 對對對 我是真的那個感覺 因為一開始第一場比賽 每個人都想跟我打 後來我第一場比賽的時候 是就KO對方 然後後來就比較少人想接受挑戰 我有看到你把一個胡子老外幹掉 對 你把他打很慘 我想後來應該是大家看到你都會怕 那場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媽媽跟爸爸在 然後那個人比賽之前又很不尊重 他很兇對不對 就是一直嗆 就是故意嗆我 然後我說我跟他之間又沒什麼問題 大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興奮 因為通常一般人會害怕 可是我很興奮的原因是因為我都一直看電影 對 很多才會有這種人物 我就感覺很興奮這次 很期待 這是我第一次有碰到這種對手 所以那時候可以把他KO也有了 真的 好 待會因為體重的差異 我比Kai重20公斤 所以待會我和Kai的對鏈是 拳擊規則對抗 NNA的規則 對 那待會是打兩分鐘三回合 今天特地請進行式格鬥館的館長 以及 ONE CHAMPIONSHIP的國際裁判KEMP 來主持這場比賽 哈囉小胖跟Kai 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因為 這次算有點像異種格鬥的一個規則 那我會 負責保護雙方安全 就是小胖的雙手是很 很有價值的你知道 對對對 不要把他手折斷 我在那個 關節技快要完成之前 我會提前終止 好就快要斷之前 你一定要主持他 我會介入比賽 對然後我也盡量不要被Kai拖到地板上 對你要很努力喔 我已經想好我的戰術了 我今天戰術就是 遠距離點他打打打的 我盡量不要讓他把我拖到地板上 你是吊著他在外圍這樣子 對對對 我今天就展現一下我的外圍技術 不錯喔 平常都喜歡挖人家 挖地獎 今天要改變一下風格 對對對 不然等一下我的手就把凹斷了 邊打的時候我會稍微 帶一點點 地面的解說 因為 小胖的觀眾群比較多都是 對拳擊 或是打擊器很專精的一些粉絲 那如果今天帶到地面上 或許有些位置 大家沒有那麼 那麼熟悉啦 那我就稍微 跟大家介紹一下 謝謝CAM館長 那我們開始準備熱身 直接開打 好 第一局 RED PASS 這時候吳東坎做一個SINGLE LEG 小潘報導 這次小潘想要起身喔 可是會有被搶背的風險 CATCH OK 這時候金錢的脫逃 小潘 回到站立的姿態喔 小潘不斷的用圈結自全的控制距離 I never ran sitting on and I still go 要讓組合拳凝擊 縮 曲 曲 曲 bloc 好 哦 站上 Hold Up 又是一個抱單腿 快到了地面上 看看小半可不可以起身 這時候吳宗凱做一個斷頭抬 好險喔 被重生救 喔 生了 一分鐘休息 我覺得被纏住的時候 我的體力架好快 因為你在發力的那個模式跟拳擊完全就不一樣 對 可是你幾次起身都很有意思 不是很好控制 我要小心啊 不能被它拖下去 被拖下去應該 好險剛剛斷頭抬還差點被你完成 剛剛有點噗噗噗 那有點corder來的 對 多生救了我 corder 只有一分鐘那麼快 差不多差不多 你是不是只要30秒 沒有 一分鐘快要到了 來第二回合 Ready Go 再一次抓到單腿 旋轉轉換成抱雙腿摔 直接帶到了一個側壓的一個位置喔 地面上連續的body shot 地面上連續的body shot 又有片小潘犯錯喔 在地面上不斷的在做一些小拳擾亂 小潘的節奏 這時候有點到南北位喔 小潘犯爬 這時候手肘撐地板要起身 但是要小心被搶背 小潘 這是一個背後裸腳的把揮喔 Catch 一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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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完成了 這一下逃不掉 來 繼續喔 繼續 Go Go 好 お 有 i know you i know that you can make it I'm saying every two or three ic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three ikini I'm not giving up I'm not giving up I'm saying every three I'm saying every three 5秒 5秒 沒有沒有 哇 每次都時間到 哇 好家在 你剛剛原本要塞我了 2分鐘很快 所以 戰鬥節奏 好險只有2分鐘 你剛剛中間一個背後裸腳也是吃進去了 對啊 背後裸腳怎麼解 你戴大手套也是會有點吃虧啦 沒辦法打扣對方的手腕 或是去解掉那個手的把尾 其實很多所謂叫做降伏招式 就是你鎖到那個lock 其實就已經基本上沒什麼機會 95%是會要投降 真的吃進去的話 你說吃進去我再開始想怎麼解 你不如事先 防範不要到那個位置 那才是真的 來喔 第三回合 Ready Ready Go 漂亮的一個BODY SHUT 漂亮的一個BODY SHUT Nice 這時候做一個BODY SHUT 這時候做一個BODY SHUT 要進去 BODY SHUT BODY SHUT 哇 假摔針打 這個讓小潘 比較分神 喔欸 漂亮的引擎 這一波的炒飯抗摔做得不錯喔 好 第一波抗摔是完成喔 但是 是不是能夠持續堅持 轉換一下角度 哇 還是沒帶倒 好 再撤壓 哇 給我一個位置喔 哇 這時候有一個BODY SHUT 小心BODY SHUT 你右手不出來的話 反而會被噁喔 這時候 股仲凱用右邊的肩膀 去頂住小潘的喉嚨 就對他造成很大的壓力喔 哇 這時候上到了騎乘位置 哇 不能再 OK TIME NICE 直接倒掉 好險喔 好難打 真的 厲害 80公斤的體重 對你來說 根本不算什麼 終於和Kai打完 這個艱辛的三回合了 哇 其中我被你裸腳了一次啊 兩次啊 應該只有一次 應該只有一次喔 差一點好幾次 差一點 時間到了 兩個時間到了 真可惜 好險好險 你這個練多久啊 你的 我柔術是從九歲開始練的 柔術 對 然後是因為一開始練的時候 是仿生 因為我在美國有被欺負 跟霸雷那些的 所以都是一開始先仿生 我當初是想打籃球的 可是後來我身高 就是 不夠 沒辦法打籃球 要1900 200才夠 對對對 然後打籃球也打得不太好 後來我發現我練柔術呢 會 就是一直想跟別人 就是對練對練對練 就是我今天被人家降服 下個禮拜想跟對方 重新打再降服對方 所以我的想法 就後來一直轉成格鬥了 對 我覺得 你的就是 綜合格鬥有 拳 拳腳還有柔術嗎 對 拳腳柔術 我覺得你的柔術應該是 三個裡面最難對付 我覺得是 可是我本身比較喜歡戰利技 因為我以前是很討厭被打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 如果很討厭被打的話 我很怕痛 那我就要多練閃躲那些技術 後來反而感覺閃躲技術 像比如說柔術我要摔你 我摔你還很累 然後又要搶到優勢的位置 然後又要做降服動 那是要三個step 我覺得要蠻久的 可是打戰利技呢 你直接衝過來我一個拳打過去 或是腳踢過去你就KO了 我就覺得這樣比較輕鬆 而且我覺得柔術和拳踢 用的能量系統好像不太一樣 對 是不太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我非常吃力 你看我現在爆漢 他好像沒什麼事一樣 因為他太習慣了 因為如果你要講老實話 就是打MMA以前 很多拳擊選手也有跟柔術打 然後拳擊的問題是他們 一定要中那拳 可是你要中那拳 也要跟人家靠近比較接近 你比較接近的話 柔術的優勢 就把你摔在地板上去搶服了 所以還是比較難打 對 對付你 我完全沒有辦法用近身戰 我其實最喜歡的還是打近身戰 對 但是你打我就只能遠距離 然後真的是難纏 對 可我也不能被吃到一個拳 到時候你那麼大 打到我的話 我就應該被KO了 對 想要問一下Camp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 比較需要加強改進的 如果以總和格鬥規則來看 因為你在落地之後的反應 其實有些把位會是 讓對手有一個很大的空檔 可以搶到你的背後 或者是可以直接抓你的脖子 對 可是那一定只有 加入一些譬如說角力 或者柔術的訓練 才能慢慢把這些東西 串接在你這種 拳擊的一個戰鬥策略當中 那如果你今天走到 走到擂台 那你變成是防摔還有起身 其實起身的過程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起身甚至比如何去摔倒人家 我覺得還要更重要 對 我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有一次我以為我成功起身了 然後結果反而被他搶到後背 對 然後那一次我以為我逃掉 結果沒想到 就進去了 口吐白沫 對 因為柔術就是 他可以比較像以小博大 對對對 你用很好的槓桿 你就可以 可以把比你重20公斤的人幹掉 如果今天柔術 你好的位置 好的關節角度 你一定不得不投降 對 所以這一定是需要 從最基礎的東西循序漸進